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线相当的虚弱 生命线不仅很短 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 这样的生命线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生命力不强 抵抗力差 而通常来说 生命线很弱的人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 这样的人连自身的健康都无法保障 如何可以长命百岁呢 相反 如果一个人生命线很长 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 生命线粗而深 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 是一个体格强健身体健康的人 也很少会被疾病困扰 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 所以这样的生命线首相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哦 二 手掌很厚实饱满 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 也不能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 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很薄很僵硬 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 这样的首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福气很差 财运很差 更说明了一个人身体健康不好 健康运势不佳 所以这样首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 但如果一个人的首相很饱满很厚实 首相非常的有肉 这样的首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 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 通常来说生活中的百岁老人 首掌还是非常有肉的 可见这样的首相预示着你长寿哦 三 首掌丰满红润 首掌丰满红润是一个非常好的首相特征 相对有些人的首相暗淡无光 常常呈现干瘪症 首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 即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 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 相反 首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 晚年还会疾病缠身 恍恍不可终日 四 手指纤细 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民 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 负责更是深厚 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 就能轻而易举得到想要的东西 因为天生拥有这样一双纤细的手 操劳繁重的事物就自然而然地避开了 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忘夫的 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 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 五 掌心有志 志并不是越多越好 志也分好坏 若是掌心有志 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 掌心有志的人 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明之人 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的规划人生 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 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 六 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 长寿轮的手蚊 指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 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 是绵长 深厚 红润的 就像是一条奔腾的河流 气势磅礴 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 逐渐流向掌底 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 不宜生病 能长寿的手相特征 长在生命线旁边的水星线 有成第二生命线 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 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 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 是健康长寿的体格 此外 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 没有坎坷 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 可以长命百岁 一辈子好运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 说明你的运势很好 七 食指与无名指等长 一般人的食指都会是最长的 但只是大部分 有些人的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 说明此人天生有福 属于长寿之人 一生福禄授权 好运不断 靠着自己天资聪颖 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 更成功的事业 更幸福的家庭 他们就是一生好命之人 而且自己福报深厚 愿意帮助别人 创造了很多的幸福 这种人往往会是个活泪风 八 贵人线交叉 贵人线有成姊妹线 是在生命线的内侧 紧靠着生命线 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 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 成交叉状 文献深且清楚 代表有贵人运 往往事业有长 而且寿命也比较的长 有此首相者会一生平顺 多子多孙 长寿喜乐 九 财运线没有断裂 财运线也叫做水星线 是出于水星丘 小指根部的短束线 代表着一个人的金钱运 也跟人的寿命有关 若是在首相中 水星线距离生命线 只有一点点 是一条直线 中间没有断裂 表示这个人身体很健康 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 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首相 二 短命首相 一 生命线中间有中断 这类人特别的倒霉 往往都是短命鬼 他们会遇到意外的死亡事件 可能是很可怕的车祸 也有可能是诸如地震 洪水等自然灾害 这类人没有办法长命百岁 但也有可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会走向死亡 二 生命线很浅很短 这类人天生身体素质很差 从很小的时候 抵抗力和免疫力就很弱 父母为了让他们健康茁壮成长 会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这类人没有办法长寿 往往只能活到五十岁左右 三 掌纹不深刻 这类人是天生的倒霉之人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总是会遇到倒霉的事情 他们虽然不会死得特别早 但肉体上会承受很多痛苦 精神上压力也很大 他们可能会选择自杀 四 生命线很短 且中途忽然消失 这类人生命力很弱 寿命也特别的短 容易遭遇重大疾病的清洗 比如说可怕的癌症 虽然他们意志力很强 愿意同疾病做斗争 但由于医疗技术有限 最终也会走向死亡 五 生命线比较的短 这类人命运坎坷 小的时候生活状况不是很好 经常鸡一顿饱一顿 长大之后 他们会被工作拖累 经常沉昏颠倒 饮食不规律 婚姻生活也不是很幸福 往往死得很早 六 健康线下垂 碰到生命线 这类人其实身体状况很不错 但是命不是很好 容易死于非命 比如说遭到可怕的谋杀 再比如说与人发生肢体斗争的时候 被别人误杀等等 总之死得非常倒霉 七 智慧线向下弯曲 这类人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非常自卑 性格内向 经常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予予寡欢 他们还会长时间沉浸于悲伤的情绪中 容易因为精神疾病而死亡 八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 这类人精神状况并不是很好 可能由于家族遗传病 哪怕他们特别注重身体保养 十分珍惜生命 还特别热爱生活 但是最终的结局都不是特别的好 很可能会死于心脏病 或者是癌症等等 九 生命线呈现倒钩症 这类人虽然不至于遭受重大疾病打击 但是总会遇到一些小病小灾 比如说关节炎 胆结石 以及肺结核等等 他们与疾病抗争的能力和意愿 并不善强 中年的时候可能就会走向死亡 十 智慧线向下 且靠近月球下面 这类人思想很极端 特别喜欢钻牛角尖 做事情还很冲动 他们很有可能因为性格问题 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 一旦造成他人死亡 那么他们肯定会被判处死刑 十一 生命线末端有流苏文 这类人不太注重身体保养 身体素质也特别的弱 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比如说天气变得很热 他们就特别容易头脑胀 甚至有可能引起猝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